開始 我教學八年 至今我講學八年 我們已經講完了一年級的課程 二年級的課程 三年級 四年級 正在開講五年級的高級從事的課程 不能夠短短的幾件事情 时间把东西都交给你们 所以我希望你们能有益今生成就的人要补课 从一年级开始读 那么跟师父修学有个窍诀 到底是从一年级二年级开始往上修 还是听师父的新课 一定要听新课 比方说我将来在金曼伦在新加坡再讲的新课 那都是对应着现在的时间和空间所讲的 都是很相应的 要听 不要说我慢慢从一年级学 你等着你学到最近我讲的你到五年后了 那么是又对时间空间又不对号 一定要追着师父的新课 师父只要讲新课我就听 这就是窍诀 因为他讲是对应着时间空间天地变化来讲的 就是必须追着新课听着 在追新课的同时补误就合 因为师父可能再回去讲 一二三年级的歌唱 包括四年级的歌唱 这个没有这个时间 所以是那么你们就要愁实验顾课 这样才能把这个 法门无量实验学 该学的东西都学到了 不但自己要用 未来你们也要开门守徒 也要当师父 而不能这个世界只有一个师父类似 土地跟师父的关系就是你将来要做师父 你只有做师父 你才能够普度度尽和你有缘的同程 不要把你们的麻烦事都上教给师父干 是你自己要干 当年我师父教我的师父 他说你将来要成佛做祖 我说成佛我想做祖 我就不要了 但是他说你将来要开门守徒 然后我说我一辈子给你提包就挺好 做个秘书 那就挺好的 别的我没什么愿意 师父说胸大志 确实我胸上没长一颗大志 你们很多人胸上长一颗大志 叫胸有大志 而不是黑志 是志气的志 所以你们将来都要好好修炼成道成果 去开门守徒 度更多的有缘 这样我们的人类才有希望 我们这个众生界才有希望 当年释迦牟尼在世的时候 他教育了很多人 成大菩萨 修炼成大菩萨 很多人成马拉罕 是真的 不是说只有一个 释迦牟尼佛伟大 文书 福贤 这些都是我们的大师兄 因为我们都有一个共同的师父 都教释迦牟尼 尊者 所以是耶稣当年也教了十三万度 十三万度才把这个耶稣的教法传留几千年到现在 我们才能看到 所以是你们要有胸有大志 一定要好好跟师父学 师父会的都要学 不能挑挑战战 有的人说师父只学你这个 那你就是修炼大志 不行去韩国点个志 在这儿展个记性 你修炼有大志 然后就是这个要补课 补课的你们这个跟你们熟悉的这个同修典礼联络 最终都可以联络到这个总部 他们会安排着你们在网络上怎么学习 这个现代人很有福气 以前呢是要靠走路找到一个师父 去访明山 问大川 然后找到一个师父 在他那跟着十年八年的修学 修学以后 这一辈子再见不到师父 为什么 这个路途他要远 要回老家 回老家以后 那个师父好一点的用书信往来 不好一点的就是从此音讯全无 只能从师父那学的东西来一辈子 也没有视频给你们 也没有音频给你们 所以现在呢 有福要通过视频音频 这些现代化工具来帮助自己 平常时间少做一些无谓的事情 浪费时光是最大的犯罪 这个寸金难买成光年 欢迎点赞 留言 分享 弘扬阵法 广结善缘 功德无量 接触 词